我會這樣子想 司法好像不是只有法律人的 司法好像是大家的司法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能會使用到司法 對不對 你跟人家有糾紛的時候 你會上法院 可是人家告人就是告人家 那以刑事被告來講 你能夠缺乏自己哪一天 不會被呼呼起訴嗎 沒有人能夠做這樣的確信 對不對 在當今的臺灣連狀況都可以到被告 是嗎 所以司法是大家的司法 關係類似像這樣 像書案像求案 或者甚至像將案這樣的案件 其實是在保護我們自己 因為如果說法院裡面的遊戲規則 法院裡面的遊戲規則 他的萬法就是 好啦你自白啦 那你就要給證明自己無罪啦 你只想辦法推翻你自己的自白 那這個很危險啦 因為只要前景想辦法 用各種方法讓你自白 他就贏了 你到法院你幾乎就辦不了身 那像這樣的一種遊戲規則 你趕緊去玩嗎 那又假如說 又假如說 今天的遊戲規則是說 簡單關子要洗漱 你就可以開始證明自己無罪啦 那這樣子你得想辦法證明自己沒有錯 我要證明自己有錯比較容易吧 那證明自己沒有錯多難啊 沒有的事情怎麼證明 對不對 那你要在這種遊戲規則裡面去跟老闆嗎 那你不進那個法院你會不會很安心 所以要改變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一定要顛倒過來 我們才會安心 那這可以用立法來改嗎 這要怎麼改 其實我們也會報告 法律也有規定自白都能夠當作唯一的證明 法律也有規定自白以外要有補強證據 但是我們的法官基本上呢 是照他們自己方別的方式去玩 因為一次來要判理有罪比較好寫 我要判理不罪的話 我會寫一大的理由 告訴我的上級審的法官說 這些自白不可行 他們國內 那我可以要求國家賠償嗎 因為他違反法律的規定 這些法官這樣來定 所以他們是 等到你被判無罪的時候 江國慶的案子當然 他判了暫時判無罪之後 國家服償他的媽媽 那蘇建和他們判了無罪之後 我們現在也正在準備要提 提那個願意賠償 然後協制補償的申請 當然就秋暗將來如果有 有機會頻繁的話 那也可以去申請 但是恐怕就是因為這個申請的數量會非常大 所以法官就更不敢判到無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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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